各位好,来到上午11.45分 今早的港股表现不差 股市低开,恒生指数开市位是25827 很快就调头回升 现在是升0.5% 国企指数和红酬指数分别是0.4%和0.2%的升幅 科技指数是一样的,微跌0.1% 综合指数也有0.6%的升幅 升降股票数目比较 暂时来说,有点升多个跌 有点跌多个升,很淡增持 看看恒生指数期货,阴阳烛小时图 一低开之后,试保力加通道底部 接着就冲上来,现在站稳在保力加通道中族上 不可以说是 险首 尝试过冲保力加通道顶部不行 保力加通道现在就缩窄了 如果你看到这个顶部一调头上移 就很大机会扯了价位上去 指标方面,暂时看到一个好两个好 STC%K F%D上三好两担 形势变为偏好的 试了低位,形势偏好 究竟由这里跌了 这一下是不是已经跌了呢 不敢说了,不过机会就增大了 恒生指数期货 国企指数期货 情况差不多 不过力量很厉害 试保力加通道顶部 两个指标好 STC%K 还在%D下面 两好三担 形势偏淡 科技指数应该差 不过力量很厉害 对,站不到在保力加通道中族上 RSI 就叫做 不受到 也不太行 五个指标全部利胆 下午的事好不好呢 我想到主要看科技股买盘会不会重临 我说一些积极的买盘 好,稍后我们就会说1919 1919 稍后看日线图 收到这张图 收到这张图后 我们看现货主板市场 非省户主动买股比率 现在是59-41 非常配合上升动力 亦高于平均的53-47 资金仍然主动买入 是有58亿 是平均数的接近60亿 大约60亿 平均数的占总成交金额 足够5% 不错 今晚美股休市 美资大汇应该是 放假的 都有这么多成交半天 快半天收市 都有上星期五的接近一半 应该有 今天收市 半天收市就估计 不错了 三十三个行业内 资金正主动买入最多的远景服务业 然后是汽车业 医疗保健业 全部都过10亿 主动买股比率 他们看到最好的汽车业 63-37 其次是医疗保健业 60-40 下面第四第五位都不错 60-40 建筑和银行业 这些行业类别 所属股票的 升跌幅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最好的 有点点 这次说是慢的 石油及天然气业 升了2.51% 医疗保健业 1.17% 资讯科技器材业 1.05% 就是最好的表现 会否配合主动买股比率 就一样 是最好的表现 头五位最好的表现 只有55-45 就是第五位的 工用事业 今早主要是 参与被动买卖的 主要是 中国创型市场服务 富途证券 Credit Suisse 中国投资信息 和美林 头五位托价 托着腾讯和美团 就是 中国创型市场服务 和Credit Suisse 托着腾讯 富途证券 以及中国投资信息 托着美团 而压价 是压着腾讯 富途证券 和中国投资信息 接着 500 500 大家回答 500 500 恒生 综合指数 资金净主动买入最多 头两位都接近10亿 9亿 就是腾讯和比亚迪股份 比亚迪股份 腾讯 第三位只有3亿 就是若名生物 我们集中看头五位 全部都报上升 而升 现在的价格 给他的家园平均价 我先说一下 全部都高过的 5员证明 他的主动买盘 是强劲的 升幅 特别是广汽集团 升8.6% 另外 看主动买沽比率 很厉害 70多 比20多 比亚迪股份 广汽集团 这两个最厉害 资金涌入 其他都不差 69-31 中国银行 第五位 其他都完全配合 即是达到55比7以上 量比就一样 不够三倍 看看资金正主动卖出 哪些就被人压住 有港交所 东岳集团 小米 送于光学科技 和吉利汽车 但吉利汽车 都升了 而4只跌 升得来 还要高过 家园平均价 升跌幅 东岳集团 最大 东岳集团 8.44-30% 其他都不够 50% 主动卖股比率 就有没有 35比 65 特别说 有的 一只 港交所 31比69 还反映 北京 撤立这个 政变交易所的 利淡因素 应该说 虽然昨天 专家走出来说 都不是一个角造 但是心理上 短期来说 先压下去 很正常 获利回套 大家就沽下去 再买另一只 很正常 市场投资者的正常心态 说中印海控之前 我们看美子期货 美子期货 现在最新报 4532.25 在低位 弹一些上来 最新4532.25 我们打下去 来吧 4532.25 恒生指数 美值应该是25749 现在最新 看看 五大指数 全部比美子期货 都是偏高 幅度也不错 普遍有1%过外 如果计 日经偏高 上海 深深的写体 不特别读 反正放在这里 大家看不及 可以继续 都可以看到 想说 估计结算价 恒生指数 恒生指数 在11.25 是226013 国企指数 是9333 科技指数 当时是6731 全部都微升 不错 不过 恒生指数 轻微高 平均价格 但国企指数 与科技指数 较低 即是 市况现在 偏稳了 但是很坍增持 不是特别 向上突破 什么动力 暂时 上午就不会 就来收市 下午 有没有 机会 少于一半 算我看 恒生指数 最低 是25 827 就比 合理值为高 所以 为什么我说好呢 我定了合理值 开这个就合理 他没有 证明下方的 上升动力 是不错的 当然 亦有些 利好消息支持 市场里面 接着 有些 市场利好消息 包括国策 见到电力股 升得很紧要 就知道了 最高见到 26083 26083 是到了第一个 即市 还要阻力位 但未到第二个 我现在就修订 即市的炒卖范围 就不用看 第一个即市 重要支持位 去到第一个 即市 重要支持位 是改为看 合理值 去到第一个 即市 重要支持位 就够了 如果一下子 真的有好利好消息 买盘很大增加 看来 机会 低了一半 我们先看 第二个 即市 重要阻力位 我们看完美子期货 之后 我们就看 1919 1919 先看股价 现在是14.1 是略为高的家庭平均价 历史波幅是63厘多 也不低的 恒生指数是18厘 恒生指数是3倍多 今早的走势 高位 14.48 跌落 13.78 8 彈回上来 然后再落 彈回上来 再落在中间位 窄幅上落 非省户主动买股 49-51 好谈双方 大户买家 英国说买家 非省户买家 非省户买家 入市进取程度差不多 都好过 过去五月交易平均 好过 过去五月交易平均 47-53 暂时录得资金正主动买入2800多万 好过过去五月交易 录得平均 资金正主动买出368万 现在14.1 支持位 应该是14元 没错 由13.84 买家将即市防线 推广上14元 但另一方面 阻力位 似乎 估家想 将他们的防线 由14.18压 到14.12 后市发展点 看看 成交分析方面 只是看标准自动退盘 然后我们看看有没有大户的中影 有4中的成交 资金 主动买高比率是72-28 不错的 数货多很多 平均是14.18 18.1 接着 看看 它的托价 主要是中国投资信息 托着中远海控1919 资金正被动买入 1,100多万 托着14.142 而压价的两间 美林和Credit Suisse 分别是资金前主动买出 2,800多万 和1,060 几70万 压着14.06 平均 看图表 先看日线图 日线图的情况 仍然反复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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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仍然反复涨 似乎涨 这段转移 长方仍然横行 很难分 在保里加通道中途 现在股价在日线图上 指标全部都一样 现在的价位 14.1 略低保里加通道中途 RSI 在股价下面 一个好 RSI 就是低于五天平均数 平均市 一好四淡 仍稍然向淡 短线就不要考虑了 短线有什么阻力位支持 我叫你不要考虑 但我都给阻力位支持位 参考 不要叫你冲进去买 阻力当然是看这个 第1个是 15 这个是15.8 当然是看这个 就 然后 下边支持 当然是看上个星期五的低位 13.3 在这些位置 很难找到足够的短线投机直播率 不建议大家做了 这些行为不要做了 这些高位是多少 这些高位是15.52 即是我们有两个高位 很明显地看出日线图 你能看到 很明显的两个高位 除了刚刚说的15.52 就是看这个 15.28 刚才给大家看 15.28 这个是多少 这个是15.1 不用看 15.28 为什么15.1不用看 因为我们看到15.28 前边的任何低的都不用看 这个是15.1 低于15.18 就是不用看 反而要看是高了 15.52 那就是看15.28 15.52 下面 看一个不够的支持位 我想再看多个 稳妥一点 除了看 13.3之外 我们看一个 很明显的 是多少 现在12.42 13.3 到12.42 OK 先讲完短线 讲中线 中线的情况 保力加通道 顶部阻力一直压下来 即是中线再升的空间有限 如果你要跌穿保力加通道 中族支持 一直上移 持续 一直从这里开始一直上移 才走的 才止蚀 但是小心 这个跌穿过的曾经 就是因为你纯粹这么简单 去看保力加通道 跌穿的走星 到底部就买到底部的沽 你是被人震了出局 你看 这里的位置 11.7 是低于当时的保力加通道 中族11.9多 那应该是 正经的人震了出局 你说 跌上去 中线的 中线的 那你肉眼看 你自己算不够直播率 3比1直播率 中线投资 肉眼看就够的 但是 指标配不配合呢 一个 SAL 淡 一个好 一个淡 一个好四淡 都是优四淡 都是向淡 不要搞了 中线也不要做了 长线又怎样 长线 原来上升了很多 你看看 然后跌下来 当然 长线最强力的支持 当然 看一个明显的低位 不是这个 应该是这个 11.04 11.04 是长线低位 你说 有没有 有没有 另一个方法 计一计 你可以由 这个明显的低位 1.04 6 2 很厉害的 没说错 是1.64 2 1.04 6 2 不是很久的事 是去年的事 这个股票升势 我跟他拔律 1.04 6 2 有没有打错 低位 1462 没错 1462 最高 就见过 最高是17.48 17.48 462 好了 长期升得这么厉害 我回落 先看多少 看0.236 当下 0.236 是13.7 是13.7 0.236 0.236 刚才我给到什么位置 大家看看 是11.04 11.04 是11.04 即是 在11.04 11.04 0.2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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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13.7 如果13.7 守不了 就要看0.382 不过我觉得 以这样的情细 除非这间公司的 前景反转 否则 11.036 1 最多 到这位附近 11.04 已经有强力的 长期支持 买不买的 那又如何呢 到时买不买的 就看信号 暂写信号 一个好 两个好 三个好 这个 就是超买 是否超买 还是严重超买 这个应该是叫做 STC 在这个 80 应该是叫做超买 percent key 刚刚开始超买 我先看这里 不不不 我按错了 量度线 好像不太对 还没超买 是曾经超买 而STC 在79 跌了80 下面 即是一口两口 三口两口 还是偏好的 希望他真是回事 刚才那些 循伎支持位的时候 这里依然位置偏好 我们就可以买了 长线 好了 这段的投资 鹰分析到这里为止 我们 去吃饭了 再提一提 明天 我们会找数的 就是 过去的周末 大家最想投票 最想要重点分析的股票 详细分析股票 京东集团 9618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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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